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求,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这个辽宁奶奶,那么我们知道辽宁奶奶目前已经是提交了在下周即将开始的CBA第二阶段的比赛名单,在这份名单当中我们发现,莫兰德进入名单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但是朱镕镇的话是没有能够进入到名单,也就是说在第二阶段起码开始初期,他是不会参加CBA的常规赛的。 当然很多人会说辽宁奶奶已经是放弃了中正,中正因为伤病的问题,可能第二阶段的比赛都参加不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中正在第二阶段初期,起码打不了比赛的情况下,对于姚明来说倒是可以进行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啊,这个尝试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也可以拿出来给大家探讨一下,就是考虑把这个韩德军包括福格放到替补席,放到第二阵容上,然后让莫兰德提上先发, 然后与富豪或者说是李小旭搭到一个内线的组合。当然正常来说,辽宁队啊,在引进了福格之后,其实啊,比较稳定的先发阵容就是效仿于上个赛季,对吧? 用韩德军打一个首发的五号位,然后张震霖顶到四号位上,然后把福格召集为顾艾伦三个,应该说是类似于后卫线的群演,全部都顶上来,这样的话在提速的同时还能够保持内线的一个优势。 不过我认为这样的一个阵容可能会存在一些比较大的隐患,首先第一个就是韩德军的一个伤势问题,因为这套阵容明显是更快的,也就是说意味着有更多的这样一个攻守的回合,所以说对于韩德军的消耗相对是比较大一点的。 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知道,通常而言啊,对手的先发阵容相对实力也是偏强的,也就是说韩德军在这套阵容里面,你所面对的防守,进攻时对手的防守压力也会更强一点,那消耗自然而然就会进一步的变大,消耗变大,你在手上的概率也会变大。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话我们看到,这套阵容里面五个人几乎都具备,拉开了一对一单打的能力,而且都是非常出手权的。 那所以说这个球权的分配就很成问题,如果说你的速度足够多的话,有足够多的这种攻守回合的话,那这个分配还好一点,万一说要慢下来之后,比如说你打北京,打北空这样的球队,他擅长打慢节奏,你这个出手权的分配就很成问题,究竟是给谁去执行终结,因为每个人的终结能力都是很强的。 那我觉得,如果说照咱们上面提到的,对吧,把韩德军跟福格拉到板凳上,然后提上莫兰德跟这个李小旭或者是富豪的话,那其实对于这个低,提速应该是没有问题。 莫兰德现在他的速度是要优于韩德军的,另外的话,富豪和这个李小旭顶到四号位,让张震宁回到三号位,可以增强首发阵容的平均升高。 那么李小旭或者是富豪,包括莫兰德,其实对于这种内线球权的消耗也不是特别的大,其实除了富豪之外啊,莫兰德和这个李小旭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一个空位吃饼和二次进攻的能力,不太具备主动进攻的能力。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首发阵容的出手权可以更多的集中在张震宁,赵基伟和郭艾伦三个人的身上。 同样板凳起上我们说,对于韩德军的发挥也会更加好一点,因为替补的防守强度肯定是要弱于这个主力的,所以说韩德军打替补的话,这个对于球力的帮助会更大一点。 那么他自身打的也会更轻松一点,毕竟韩德军是一个老将了,而这样的尝试其实在这个全运会上已经有过一段时间的尝试了,效果还是可以的,在全运会的时候,韩德军有时候就是打替补的,另外就是福哥他不用跟郭艾伦跟这个赵基伟去 争抢球权,因为福哥本身也是一个持球大核心式的打法,以前在北控他就是这么打的,那你就如果让他跟郭艾伦和赵基伟放在一块的话,他的手上的球,有球在手的时间肯定会大大削减的,同时的话因为韩德军和福哥在第二阵容也使得第二阵容的整体实力会大强,再配上从明成这样一个射手,那么其实整个第二阵容也是相当晚辈的。 当然这个的话只是咱们所做的一个预测和尝试探讨,至于姚明主教练会不会采取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如果大家有什么比较不错的想法或建议,也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我们一起进行一些讨论。